请吴磊不加思索的回答以下问题 Ready go 自信美丽时尚聪明丽丽可爱大方温柔贤惠 胡子刮没刮干净 我知道 就是忘记拍 那我就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因为不能 苦乐年华 其实就想一直待在里面 看他们每天都在说什么 就是可以一直潜伏在里面 监测他们的动态 夸奖我演戏演的好吧 当然是要真心的 不是说那种吹吹的那种 然后夸我游戏打得好 你看男人的虚荣心 拍戏演戏 有过 比较后悔的事情就是告诉你我曾经有过后悔的事情 导致你现在也可以问我说我曾经最近有过什么后悔的事情 其实我人生中有很多的不如意了 那是没办法不可避免的 那如果说可以改变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改变一下我曾经高考的时候改选改错了那几道选择题 对 其他的都还好 对 我平时会啊 我已经35岁了怎么样包容都不错吧 首先我觉得卸妆很重要啊就是你要把妆卸感情因为有时候工作的时候多带一天装嘛 那其次就是就擦脸就好了就是把脸抹好就行了 然后多运动早睡觉 耳机 可以这么给你描述就是曾经有几年我零花钱95%以上都是用来买耳机 剩下的那百分之五是生活必须 你懂我意思吗 对 学码好吗 我在最近一直在一直在就是努力的学习人类 对融入正常人类的生活 有一个压枪底的才艺 就是但我不能跟你讲因为讲了你就要展示你先答应我不展示 我就可以告诉你是什么 好的 是不展示是不是 我最近在研究化眉毛 我补妆的时候我就是一句一句傀儡 我到底什么都不能干 但是我突然突发起向 我说我也可以让我那个时候的我有事情可以干 我就可以帮他化眉毛 对所以最近对于化眉毛这方面颇有成就 都快奔三了要好好保重身体 if时尚与你分享所有的爱与美好